大家好,欢迎收看翘米食本期视频 我是小新,今天做个好吃的莲藕珍珠丸子 我先把莲藕削下皮 把削过皮的莲藕清洗一下 把莲藕切碎 把切碎的莲藕放个碗中 再来点肉 把剁好的肉片装个碗中 再来点小葱把它切碎 来点生姜切碎 加入适量盐 胡椒粉 鸡精 加入一个鸡蛋 搅拌的时候就炒一个方向搅 加入一点生粉 这是糯米,需要提前4个小时泡好 肉馅现在搅好了,我们用勺子给它弹成小圆球 然后放在糯米里面 现在把蒸笋丸子放进锅中 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把蒸笋丸子放进锅中 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把点小葱 把点小葱上去 我们用枸杞点缀一下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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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